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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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Ru-chan Ru-chan 今天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這支影片要帶大家去一家 在日本算蠻有名的 可是台灣大家應該比較不知道的便利商店 叫做Mini Stop Ru-chanMini Stop大好きだよね 大好き 台灣大家應該比較知道的是 Lawson 全家還有Seven 還有只有北海道才有的Seiko Mato 然後可是其實呢 在日本有一家便利商店就是這一家 Mini Stop 就是在那裡蠻有名的 它們有名的地方呢 就是它們的甜點還有炸物 它們的炸物呢 全部都是現煙現炸的 所以都是熱騰騰的送到你手中 我自己就超愛的 我身邊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歡 我身邊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歡 私人や広島出身的人 Mini Stop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嗎? ないから あ、そんなの? え、じゃあ関東だけ? いや、関東だけか分からないけど 結構地域が限られます Mini Stopはそんな店が多くないんですよ でも穴場って感じで ツミネちゃんも大好き あ、なるほどね ツミネちゃんはポテトが好きな 確かにね ルーちゃんと前に行って その場であげてくれるから ちょっと時間は待つんだけど その分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からね いいよね 而且它們的薯條呢 就有分成很多種種類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走吧 Let's go ちなみに 自家に着くれた みんな すごい興奮 はい、私人の店にブランドが チカンの商品 ちなみんな ちなみんな 車椅団 チカンの自家 チカンの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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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客さんの貨物 チカンの貨物 チカンの貨物 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想說竟然這次介紹 那我們就買只有Mini Stop 他們才有的商品 Mini Stop 他們才有的商品 對 我們兩個都有買飲料 首先這個就是當裡都有 但是我個人很愛 所以還是買這個 午後紅茶的檸檬茶 和綾濤 聞到每次吃這種便利商店 他就一定要配綠茶 其實只是飲料 只要是Mini Stop 限定就沒有了 Mini Stop 他們才有的商品 對 他們裡面除了有Mini Stop 他們自己的炸物跟飯糰之外 他們還有甜點嘛 那因為甜點是冰淇淋 所以我們想說等吃完熱的再去買冰淇淋來吃這樣子 我們這次買了三個炸物 首先是 第一個 他這個小炸雞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鹽味 一個是辣味 那我之前的吃辣味 我覺得有一點點辣 我覺得鹽味比較合我的胃口 那就當然是看大家 我自己非常喜歡鹽味 所以我就買了鹽味的 然後第二樣炸物是 茨皮蛋糕 他這個就是用炸的 小章魚燒 這個很酷的是 它的醬汁是在裡面的喔 所以不用特別沾醬 咬每一口都是脆脆的 裡面有醬 然後第三個是我沒有買過的商品 但是文章還滿好奇的 就買買看 是薯條炸蝦 最初是我的個人的一押忍的 所以咬每一口真的都是卡滋卡滋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那它的肉呢 當然沒有像是一般我們買的那種 就是炸雞排這麼多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它的口感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它的口感 哇 濃濃的吧 嗯 大家看它每一塊肉呢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量 しかも店員さんがルーちゃんのこと 妊婦って知ったら 塩ちょっと少なくしますかって 提供 你嚇下去 對 ちょっと塩加減は薄めなんですけど それでも十分美味しです 嗯 小さから 一杯いけるね 嗯 身体に負担がない 因為它這個一盒嘛 裡面就是滿滿的小炸雞 所以我覺得這個吃的真的是還滿滿足的 揚げたてってのがまたいいね さっきもね 並んでる時に おじさんも並んでね ソーストクリーム買ってたり なんかね 友達もめっちゃおいしいって言ってた 私たち食べたことないんだけど 我們兩個都沒有點過他們的冰淇淋 所以就是我現在還滿期待點 他叫可以吃冰淇淋 次は私の二番おし 小炸鯖魚燒 喔 這個我也是超愛的 每次都必點 也是一小杯裡面就一大堆 大家看這個小鯖魚燒 它裡面有醬汁 還有小鯖魚 有些鯖魚燒醬汁 外面就會滑滑的 但是它們就是一直維持很酥脆的口感 美味しいね 美味しいね ちょっとピリ辛だね 面白いよね 中にソース入ってんだ そう 那か… ずっとサクサクのままなんでよ アチビタコア 最後は雲炭が頼んだ ガーリックシュリンプ&ポテトでーす 意外とルーちゃんシュリンプ好きだから 頼んだことあ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ら 頼んだことないみたいで 對 因為我每次都一定會點 小炸雞 還有章魚燒 就覺得蠻多了 就吃不下 所以每次都沒有另外一遍 確かにね ん スープ料好好吃よ シュリンプも行ってみまーす 小蒜蝦只有3塊 蝦都是薯條 どう?どう? うんうん しかもちゃんと 尻尾の殻を取ってある 裡面這種感覺 它的調味很好吃耶 ガーリックの味 ちゃんとしてて めっちゃ美味しい いや これ ビール飲みたくなるね www いや 最高だね 本当に これ美味しいね いや 今もね すごい車来たり 人来たり すごい人気なんですよね いや 俺結構このポテトも好きかも 美味しい ガーリガーリ 它們的薯條種類也超多的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吃的薯條種類選 要買哪一個 然後我們另外買了兩個飯糰 我的是明太子玉子燒飯糰 文當是咖哩炸豬排飯糰 是剛做好的喔 就不是那種工廠統一做完送過來的 那我現在發現我們兩個來的店 他店門口外面有貼的貼紙是 本店是有販售 手作飯糰的 所以應該不是每家店都有 大家可能要查一下 我試試吃飯糰 え ルーちゃんのおにぎりを食べたくちゃうの? みにて 無い ちょっと? 我真的沒有味道吃過 對 喔 好香 嗯 好讚喔 我真的超級喜歡明太子玉子燒飯團 這樣的搭配真的就是絕配 我超愛的 じゃあカツカレー行こう しっかりカツが入ってて カツの周りにカレーがついてて 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 ほんとカツカレー食べてるみたい なんかカツがすごい不厭いね これね めちゃめちゃ進むね これ毎朝食べたいわ うん 食べてるよ 食べてる 美味しい 然後是我的玉子燒 んん~~ 美味しい ミニストップいいな アイスとかもあるわけじゃん ちょっとね 遠出した時も疲れた時に こういった揚げ物とかアイスとか食べて リフレッシュしてから また運転するっていうのもまたいいよね 確かに 給大家看 那這個是我的玉子燒明太子 它的明太子辣味還蠻重的 很好吃 天哪 好下飯喔 これはカツカレーの方が好きだな 私こっちが好きだね 私だってこれ本当定番 そうなんだ 大好き 結構お腹くるね 今日朝ごはん 食べて長くて 今もう2時 もう3時ぐらいなんですけど 結構きたよ お腹くるね ミニストップ大好きだね 最高 私これ毎日食べたい おにぎり違う味道も食べてみたい おにぎり違う味道も食べてみたい おにぎりいろんな味あるんですよ 本当に 大家よ 那我剛才去買了甜点回來 我們買的是 他們這裡最有名的 柔順布丁聖代 然後其實我們剛才去買閒食的時候呢 店員有忘記幫我們放個東西 所以他就說 就他覺得不好意思 他就給我們兩個的聖代 冰淇淋多加了一點人差 超好的 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 キャラメルか? パリパリのキャラメル ん~~美味しいね 哇 他這個雙企林上面 還有淋上脆脆的焦糖 アイスも美味しい ね 我一開始就知道這家店 也是我朋友跟我說 他們這一家的這個 布丁聖代超好吃 我才知道這家的這個布丁聖代 あのアイスすごい濃厚 聖代下面都是滿滿的布丁 美味しいねこれ 美味しい これみんな買わ 美味しいね デザートも揚げ物も おにぎりもいけるのね 最強や 大家之後來日本旅遊的時候 只能推薦大家 可以在Google Maps 搜一下 有沒有這家便移商店 他們商品真的是還滿特別的 尤其是喜歡吃炸物的大家 大家來日本便租店 都會買炸物吧 他們這家炸物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他們期間限定 會推出很多不一樣的商品 像現在就是有一個 台灣地瓜霜淇淋 可是我們兩個就是 今天有點吃不下 所以我們兩個就點一個這個 可是就是這個最有名的商品 就一直想試試看 終於吃到了 因為我平常不會吃這麼多冰淇淋 我一個人吃不完這麼多 這次有文章 陪我一起吃 太讚了 もっと店作って欲しい ふふふふ 車運転してみると 色々な発見があってね まあこういったミニストップのある場所にも行けるし まあこういった雨の日もね 透でもできるし 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う はい!完了! 完食!吃完了! 我們今天雖然沒有開箱一大堆 但是呢 就是也是介紹了 ミニストップ他們這裡呢 還蠻特別的商品 真的突然大家來日本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 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かった 美味しかったね どれが一番好き? これも全部 今日食べたものを含めて 那個豬排肉真的很厚 很大一塊 有點嚇到我 沒想到一般便利商店的飯糰 可以買到肉 這麼實在的 就超棒的 如果我們家附近有這個ミニストップ的話 我應該會 完全去找飯糰來吃 みなさんも日本に来たとき ミニストップを探してみてね 如果大家有吃的話呢 歡迎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給我們 跟我們說你點什麼 如果很推薦的話呢 我跟文章就可以再去買來吃 好那謝謝大家看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